安智利先生 安智利先生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 有请我们今天晚会的主角来登场 那么在登场之前呢 首先我来介绍一下安老师 对 收集二部学会的安徽长 安教授 没有太多的话要跟他来介绍 但是我这里呢 还是想借用我们赵塔李莫院长的前沿 来概括一下安老师的艺术生涯 安智利先生是我愿与我愿一同成长起来的 老一辈二部演奏家 教育家 他继承了蒋派二部的精华 并先后是从板鼓演奏家 教育家刘明元先生 金鼓演奏家何顺炎先生 是继刘天华 蒋风之之后的第三代大部大师 他伯仲至长 在长期的艺术实践探索中 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奏风格 用其讲究而多变的手法 将乐曲处理得细腻 深刻 音色 醇厚 又美感人 安如丽先生从教近半个世纪 桃李硕硕 多次获国家办法的园丁奖机 优秀教师的称号 所培养的学生 面部国内外众多院校及团体 他们中绝大部分成为 当今二部届的中流砥柱 此时音乐会只是安先生在京部分学生参加的音乐会 可以说 安先生经五十载教学生涯 为中国音乐学院民族器乐教学乃至二红音乐事业的发展 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那么担任今晚乐队指挥和乐曲编配的 是著名的指挥家作曲家黄晓飞女士 那么黄老师也是我们中国音乐学院的资深的双料专家 他的培养出很多学生 同时呢也指挥过很多的海内外的各大乐团 那么今天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呢 就是我们台上做的是我们中国音乐学院华夏民族乐团 一会儿在演奏当中呢 乐队里还将会有一些嘉宾 他们呢是我们学校的教授 他们因为在学生时期曾经跟安老师一起在舞台上演奏过这首汉宫秋月 他们是张维良教授 曹德伟教授 李玲玲教授 林玲教授 佐基成教授和侯俊霞教授 那么我们现在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安老师 黄老师 还有几位教授登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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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